乌克兰弹尽两绝 西方援助迟迟不来 美国媒体看衰俄乌局势 中方发声给了另一条路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美国看衰 撑不到西方援助 乌克兰就将战败 中方最新发声有看点 最近乌克兰局势又重回到了公众的视野 一些大事件也在短短几天内相继发生 包括俄罗斯运送战俘的运输机被击落 俄罗斯扩大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 北约在瑞典开展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军演 普京访问加里宁格勒 对西方发出核威慑等等 一直缓慢进行的俄乌冲突突然有了加速的节奏 那么俄乌大结局是否快要来了呢 现在的情况下 西方这些对乌克兰的局势 普遍抱着悲观的态度 嘴上说援助没停下来过 但一个个都在观望 最近美国媒体CNN就指出 如今从前线的火力对比来看 俄军十倍于乌军 乌克兰军队肯定真的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乌军的炮弹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耗 甚至前线乌军不得不用烟雾弹来顶替炮弹 相比之下 俄罗斯方面要充裕得多 现在俄罗斯的工厂正在开足马力生产炮弹 再这样下去 乌克兰顶不了多久 现在乌克兰当局只能指望西方尽快援助武器弹药 但是西方的援助也出了问题 援助乌克兰最多武器装备的是美国 但去年12月份 美国送出来2.5亿美元的军援后 拜登政府宣布已经用尽了国会授权的队伍援助经费 现在拜登政府正在酝酿一份600亿美元的勃款 用于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等 不过现在国会的共和党正在极力阻止这项议案 双方到现在依然是僵持不下 现在乌克兰只能指望美国在总统大选后 能让两党能达成援助乌克兰的共识 不过 即使下一任美国总统依旧愿意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能不能撑到这个时候都是问题 而乌克兰另一个能指望的欧盟同样不靠谱 去年 欧盟曾承诺乌克兰 到今年春天支援100万发155毫米炮弹 但是到今天 欧盟只送来了30万发炮弹 依照现在欧盟的军事产能 大概率是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了 此外 欧盟内部也在商讨未来4年内援助乌克兰500亿欧元 但由于匈牙利的阻挠 一眼迟迟无法通过 所以CNN很看衰乌克兰 甚至表示在美国大选之前 乌克兰就可能战败 并且再送给美国一次阿富汗事撤退 那么如今的俄乌局势究竟会走向何方呢 最近中方的表态倒是有些看点 近日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斌就俄乌局势发声 呼吁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加强直接接触和对话 以逐步恢复谈判 并且中方强调 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再次证明 冲突和对抗没有赢家 而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之路 向战场输送武器并不能实现和平 反而可能加剧紧张局势 在当前欧乌局势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中方其实给了第三条路作为选择 不一定双方非得你死我活 因为我认为这番话值得泽连斯基与普京考虑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